好 連線消息 鏡頭看到是宜蘭的大同村 英氏村 是土石流的潛市區 今天陸軍也派出了三十七個人 在區公所預製兵力 協助村民做預防性的撤離 不過目前風雨並不大 暫時是沒有撤村的需要 現場最新狀況又是如何 把時間交給記者高采薇 觀眾持續帶你來關心宜蘭的最新狀況 那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宜蘭的大同鄉 那麼其實這個氣象局預估說 這個颱風很有可能會接觸到陸地 那麼這個宜蘭地區 現在也是被列為了這個警戒的地區 那麼其實現場是可以看到說 陸軍是已經派出了預備的兵力 來到現場一共是有三十七人 我們可能還有在問一下 委員長我可以問一下說 這一次就是有派出多少人力跟裝備嗎 可是派出的人力 既有153旅特指部及三支部衛生營 共計三十七元 那這次要協助的部分是什麼 這次協助的部分是協助大同鄉公所實施 在訪整備 那我們有預計說要留守到什麼時候嗎 我們目前留置待命的時間 那邊軍有在訪中心那邊實施通知 他要通知我們撤離 我們才會撤離 好 我們可以聽到說其實在這次陸軍來到現場 其實是為了要協助這個大同鄉 因為在大同鄉的鄉內 其實是有一個英式村 他的位置其實是位在山區 那也是土石流的前市區域 所以只要每次颱風一來 有發布這個路上的警戒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進行這個預防性撤村的需求 不過在稍早呢 其實村民們也有跟我們說 現在在山區中風雨不大 就算是有風雨呢 其實也是小小的毛毛細雨 所以今天目前暫時是沒有撤村的需求 不過陸軍也會持續留守在現場 直到這個路上的這個警報解除之後呢 才會撤離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情形 再把深鏡頭交還台北棚內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